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宮蓋三分國》 《名勝八陣套》 《江流石不轉》 《遺恨十吞》 《吐河中家國旅》 《三分夢驗七分風暈色醉》 未問誰我 未問迎去 將一切住 入心內八陣套旅 記不中 雪不中 愛憑我 笑都匆匆池水 你問誰我 愛憑我 未問迎去 將一切住 入心內八陣套旅 迷醉 八陣套旅 你來了嗎 道長消聲之中 彷彿隱藏玄機千萬 莫非是想指點在下的迷津 你果然很聰明 我就是玄機道長 今天我不是來指點你 我是警告你 這個娘 你知不知道你這趟 用霹靂火 燒死二十萬藤甲兵 弄得鬼哭神好運 道長 戰場那立屍之地 死傷實屬難免 我又何罪之有呢 如果你在戰場上 用期望妙計 就算藍蠻死傷倍增 這也無話可說 不過你用五行八卦之術 來產生的霹靂火 那你就有乖正道 我只是逼不得已才這樣做 諸葛亮 勝敗乃兵家常志 如果你能夠順其自然 這樣你夫人就不會死了 甚麼?阿櫻她... 沒錯, 她就是霹靂火的發明人 這次死了這麼多人的罪魁禍首 所以上天對她就加以報應了 阿櫻, 是我害了你 諸葛亮, 知錯能改, 善莫大業 既然這次你道載了 下一次就不要再犯了 你好自為之吧 司馬長官, 看屬大軍行軍甚速 很快就會到達旗山的 屬軍的霹靂火厲害無比 不知道將軍有甚麼對策呢? 我安排了屬軍的探子 剛剛報告一個消息 他說諸葛亮聽了方氏一番警告 不準備用霹靂火 他怕遭受到天獻 想不到諸葛亮都這麼迷信 如果屬軍不用霹靂火 我們要打敗他, 就異如反掌 你認為我會跟屬漢大軍交手嗎? 將軍你的意思是... 司馬爾, 我知道是你 諸葛亮, 你果然孫無為孫 對每一件事都能夠遼如指掌 剛剛天下有這麼快的步伐的人 除了你還有誰? 可惜... 你之間永遠都不可能分出勝負 司馬爾, 你說錯了 我們始終都會在戰場上分個高下 不會的, 我不會跟你在戰場上分出高下 因為齊山的出口 乃出屬入魏必經之地 只要我把重兵駐守在齊山口 你就永無用武之地了 其實屬藝之間始終要來的了斷 你秘而不戰, 他日也必要分個勝負 難道你會安於頂逐三分的局面嗎? 不錯, 屬藝一戰在所難免 但是這個日子 一定等在百年之後才會出現的 諸葛亮, 你行軍遣將取勝之謀 我絕對沒有百恩能夠勝得過來 所以等你死了之後 我才能夠大展拳腳 雖然我是暴日晚年 但是你別忘了 你的年紀比我大 難道你真有信心會比我長命嗎 沒錯, 我司馬爾不會讓你長命 但是我們司馬司 一定比你姓朱葛的長久得多了 程先生... 師父...你去哪裡? 我出去散步而已 程先生, 我們的探子剛剛回報 原來司馬爾團兵祈山谷口 指手不攻, 並無應戰之意 司馬爾死守谷口 就是想我們無攻而退 他這樣做, 真是不敢跟我正面交鋒 想不到司馬爾是個武膽肥女之人 祈山谷口有一夫當關, 萬夫莫敵之勢 如果司馬爾死守不戰 我們也奈他不何 祈山是不乏中原必經之路 如果你不能衝出祈山的話 那就沒辦法出兵中原 為今之計, 只有硬闖祈山 希望能夠闖出一條血路 程先生, 為甚麼我們不用霹靂火 來對付魏軍呢 我早就說過, 不能用霹靂火了 程先生, 難道你為了方氏的胡言戀義 連我們最厲害的武器都放棄 偉順軍 以後誰再提霹靂火就軍發處戰 馬上全令三軍起行 今晚要硬闖祈山 諸葛亮領導熟漢大軍五闖祈山谷口 始終無攻而退 師父, 你叫我來有甚麼事 姜文, 你覺得師父是不是老了很多 你知不知道 剛才我在這裡看著遠方的武寵 就想起以往跟我出生入死的良師益友 他們已經安息了很多年 我想沒多久我就會跟他們在王泉見面 師父, 你別這麼傻, 你一定很長命的 無論人多長命也好都有臨終的一天 我從來沒有遺到這件事難過 我只是擔心你不能夠接替我的位置 那到時候熟漢的文武上下 就群紅無首了 師父, 我沒用 我已經很用心學習了 可是始終不及你十分之一 並非人人都是帳上之才 我也不敢肯定你是不能成才 因為要練到文武佳精 是需要一段時間的磨練 並非朝夕能夠成功的 起來吧 姜偉, 我為替小橋姑姑帶你去深山 找一塊清靜的地方 然後就把我們畢生的功力 幫你打通奇經百密 我再在這段時間 把我畢生的兵法, 學理 和五行八卦方面的心得 編鑄成典正, 傳授給你 謝謝師父栽培大恩 承上, 奇山的曹外大軍 一直按兵死守, 不敢有甚麼行動 就是估計承上你的紅材偉諒 如果承上你離開軍中三餘 恐怕司馬爾這個奸衫 一定會向我軍偷襲 你放心, 我早有應付之法 這次我離開, 你們要保守秘密 千萬不能洩漏出去 我離開之後 就要安放一個假象 就要安放一個替身 然後每天都要照常向他請示 這樣就可以門天過海了 對了, 丞相 我有件事很想知道 請說 丞相 你這麼有心思栽培姜衛 是不是想立姜衛做你的繼承人 將軍, 你這麼晚來這裡 究竟有甚麼事 趙將軍 成相這麼做 實在太令我們失望了 你何出此言 上當日我跟你跟隨先帝出生入死 亦立下不少汗馬功勞 輪到武功和智謀 我跟你又哪有那麼超過姜衛 向幾人準備立姜衛 你這個小子為繼承人 他這麼做, 實在難以服眾 偉將軍, 你這番話雖然有你的道理 但是你應該知道 成相份人每做一件事 都可以熟悉你為著想 他既然記得姜衛做的繼承人 就肯定姜衛有他個人之場 況且我跟你只不過是戒武夫 試問他怎麼能夠扶起哲國的大任呢 多謝小橋姑姑和師父 你現在覺不覺得混身舒暢, 腳步輕盈 那就好了, 姜衛 現在你全身的氣門已經打通了 然後這個月你就依照我教你的口訣 一夜打坐練功 到時候我就會跟小橘幫你打通任督而立 多謝師父 其實研習內功應該要循序漸進才對 現在我們以氣功幫你打通氣門 雖然在你武功上會大有進步 但是多少都有不妙助長的反效果 如果你任東二脈打通之後 你就要以日代勞慢慢練習 千萬不要急進 知道 你也在靠你在靠近了 可以 你好, 我... 如果你要做什麼 就要做什麼 我來做什麼 你好, 我看到, 我有沒給我 我沒有愛, 可惜... 其實你也很疼占兒的 可惜我忙於正事 沒時間照顧她, 愛護她 幸好有你去照顧她 現在你一定跟我說這麼客氣的話 你不為兒子著想都為了你自己 這幾天來, 你日夜不眠 你始終有一天熬不住的 我支持得住 我就算再辛苦十倍, 我都無所謂 我只怕姜衛不是一個好造之材 白費我一番心血而已 我可以帶她去世 我只會讓她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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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把她的地方 我會承認她 我也會承認她 可惜她的地方 我會承認她 諸葛神書 姜文, 這些典籍的記載 我畢生所學的精訊 現在我全部交給你 師父, 你放心 我一定不會令你失望 我會埋頭苦道 把師父的絕學盡快吸收 欲速則不達 研習之道在乎心領神會荒謐成功 以後你要循序漸進 那就大有盡境了 好 尖兒的病怎麼樣?康復了沒有? 康復了很多, 已經退一宵了 為了要訓練姜文成才 連帶尖兒都飽受山間風寒之苦 我們在這裡結牢移居, 路冷風寒 尖兒很容易生病 不如我們早點回軍營吧 不行, 姜文現在練內功 我要等他打通任督義脈才能走 你為郭惠文勞心勞力, 真是難得 小喬, 我想趁著姜文 還有一兩日時間才能夠修煉成功 我就想上深山道採讓 被尖兒吃以作強身之本 這樣啊? 華大夫說過, 她說逢是崇山進領 就有千年靈知 強寶小兒吃了之後 就百病不親, 爭受綿綿 我和你去吧 我又去找去吧 我們終於來到山頂了 希望這裡有千年靈知 我到處去找, 你又等我 小心點 千年靈芝 那就好了, 我們快點回去吧 要不然眼睛越來越大 我怕看不到衣服 不行的, 靈芝要積彩積服的 遲了就失效了, 等千年吃了 怎麼這麼大霧 可以踏腳的地方 都被暈木遮住了 我們怎麼回去呢 這麼大霧 如果我們貿然跳過去 會很危險的 不如先上山吧 讓霧散了才下山, 好嗎 想不到山頂的霧 比起山羽的霧差那麼遠 是啊 我真是失窄 有些山因為氣候體勢的問題 山羽的寒流特別厲害 所以龍霧也隨之爭多 如果龍霧一日不散 我們一天都不能走 諸葛公子 或者你說我自私也好 我真希望那些寒流永遠都不散 難道你不想跟我在這裡 那些無憂無慮的日子嗎 可惜我現在滿福都是憂慮的 既然你已經把一切的事 傳授給姜維 就算你不在這裡 他也可以肩負重任的 你不要這麼擔心 小喬, 你看我摘了多少東西 是啊 諸葛公子, 你心情好多了 剛才我一個人在這裡反覆思量 終於被我想通了 我們這次滯留在這裡 其實真是因緣際會 既然上天安排我們留在這裡 我就唯有隨遇而安 你懂得這麼想, 我就開心了 其實那些人 無論如何出雷拔碎 單憑一雙手 人能夠主宰多少樣東西 我想淑漢沒了我諸葛亮 也沒所謂 你說對嗎 我只知道我不可以沒了你 為什麼今晚你的星星特別大呢 你忘記了我們在一山之巔 雲海之上 那不就像神仙一樣 趙張軍, 魏將軍 姜維, 承相和小喬姑娘呢 他們上了山採藥 那甚麼時候回來 我也不太清楚 他們上了山已經四個多月了 對了, 兩位將軍 你找師父有甚麼事 我剛剛得到消息 原來都不趁我們跟曹君對峙的時候 他們乘機起兵攻打我們 承相去了這麼久還沒回來 我真的擔心他的安全 承相他是三軍的支柱 他的安危 然是盜整他屬行的絕望 師父不會有事 看就敢看 可是我們軍中不能夠一日無稅 況且承相現在還沒回來 我們很應該就請皇上 找人回來代替承相的職務 你也說得很有道理 當時承相曾經提過 說想入姜維做個繼承人 我們很應該照承相意思去辦 姜維何德何能擔此大任呢 也算你有自知之明 偉將軍, 你這麼說是甚麼意思 趙將軍, 如果承相要立姜維為稅的話 我偽然就一千一萬個不服 你敢為會承相命令? 趙將軍, 公道自在人生 姜維既無經世之財 又沒有蓋世其功 又怎能擔起紙稅之職 況且承相有沒有就請皇上 又沒有公告三軍 又怎算是命令? 提出有人替代承相是你 現在反正由姜維替代又是你 究竟想怎樣? 難道你才由你替代吧? 趙將軍, 當是承相自綁入南灣的時候 曾經命令過我跟你擔任承相之職 為甚麼我們不照做? 姜維, 你這番話實在是自把自圍 總之這件事以承相義師為主 趙將軍, 真想不到你只是承相的應聲蟲 甚麼?今天我教你 兩位將軍, 何必大動乾哥呢? 這次兩位將軍的爭執都是因我而起的 其實魏將軍你說得很對 我姜維又怎能擔此大任? 你聽到了 這次師父上山採藥, 生死未卜 不如這樣吧, 我們一起上山看看 師父的蹤跡 如果真的不見他, 才在座打算 小橋, 小橋, 你看 哪裡抓回來的? 剛才我摘野果的時候 看到幾隻野狗, 就抓了他 這幾個月來, 我們只吃野果衝擊 今晚就可以享受野狗的滋味 師父 師父... 師父... 師父, 師父 師父, 怎麼能上山的? 我們原山都上來的 那山腰的龍霧呢? 沒有 我明白了 為什麼野狗會在山頂出現 就是因為那些霧散了 他們可以飛上來 師父, 這幾個月來 你留在這裡幹甚麼? 讓我們一直都不見你回來 就是鼻毛所困, 所以不能下山了 師父, 我們接著探知遙報 說東門不准騎兵 趁我們跟松下對峙的時候 就趁機攻打我們 請成長早日下山 師父, 三個人都在等你回去 諸葛公子, 我們... 既然武已經散了, 我們應該下山 你們先回來, 我明天就會下山 是, 師父 師父, 我們在等你回來 姜維, 你也留在這裡 今晚我們就幫你打通任督炎 小喬, 你不開心 我們在這裡這麼快樂, 為什麼要離開 小喬, 做人要知足 這四個月的龍霧 分明就是上天刻意安排 我們可以無牽無寡地快樂生活 現在龍霧異散 也可能是上天認為我們應該下山的時候 我怕我們下山之後 沒機會就像現在這樣 小喬, 我們已經幫姜維打通了任督炎 如果他沒有讓我們失望的話 很快的將來 他也可以盡得我的絕學 到時候我就把重膽交給他 然後我們歸隱田園 我不想歸隱田園 我只想跟你在這裡過那些像神仙一樣的生活 楊文, 現在我跟小喬姑姑要回去軍營裡 你自己就留在這裡前修 到我需要你的時候 我自然會叫你回到我身邊 靈靜之夜正是前修苦練的好地方 要好好的把握這個機會 師父, 到你再見姜維的時候 然後無論是文韜武良都不會讓師父你失望 那我就拭目以待 聖相, 這次東吳不準備對我們有所行動 你打算怎麼應付呢 如果我們退兵迎戰東吳的話 那司馬爾就會成勢追擊 現在我們應該在短期間內 把曹魏大軍一舉殲滅 如果我們失敗的話 就前後受敵了 聖相, 我們五次想攻出其山 都無攻而退 如果我們想扭轉這個局勢 在短期內大敗曹魏 看來唯一的辦法就是... 你又想勸我用霹靂火? 聖相, 你別怪我舊事重提 雖然當日方氏曾經警告過我們 以後不准再用霹靂火 可是今時今日的屬漢 已經面臨非得不已的境地 聖相, 請你考慮行刑著吧 聖相, 魏將軍說我的話很有道理 我趙子龍精箭沙場多年 從來不准天贖運氣 我只想我自己相仇 如果這次使用霹靂火 將受上天的譴責的話 我趙雲願意替聖相你承擔一切報應 大丈夫射到興雄無, 還以泰山 能夠為了救死的聖相受天顯的 我認為是值得的事 其實我也是跟你一樣的想法 如果用霹靂火 能夠成功衝出其山, 大敗曹軍 就算我永不超生也在所不計 但是上天不贊成我用霹靂火 我怕用了也徒勞無功 程師, 現在奇山正正在吹東風 只要我們把霹靂火一經報下 那就火成風勢 一定可以把曹營燒成火炭 好了, 事到如今, 只有犯險一搏 全令三軍準備霹靂火 成功得失, 盡在今晚一戰 你真的要用霹靂火嗎 沒錯 我看元基道長說的話 都是妖言惑眾的 你今晚一定會成功的 是 成相, 請你火已經準備好 只要你下命令 我們就把司馬役的大軍燒成灰盡 全令三軍進攻 是, 成相 我年輕的時候曾經說過 要拯救天下蒼生 想不到今天 我竟然會變成一個殺人即夜的兇手 你不用這麼內疚 其實藝術之間遲早都要了結 到時不是一樣的絲橫遍野 只要你這次打敗藝軍之後 能夠看百姓帶來和平的日子 我看今晚所死的人 他們全下有之, 都感到安慰 天啊, 真是天啊 你怎麼和平的日子呢 天啊, 真是天啊 成相, 匹匹匹匹大羽人不認識 曹藝大軍並無損傷 真是天啊 真是天啊 朱國良以為用匹匹火 就把我軍燒成焦炭 誰知道上天下了一場救命的雨 將軍, 據我軍探子回報 他說屬軍應該人心惶惶 恐怕遭受天險 如果我一定有天險的話 受罰的人一定是朱國良 朱國良, 你有膽來見我 袁姬道長, 我並非一個貪生怕死之徒 況且我知道我已經無路可逃 早知如此, 何必當初呢 為了屬漢的命運, 我唯有以聖命作賭注 我以為你是一個台智大衛的人 為甚麼有這麼愚蠢的想法 其實你早就算到天下只有三分的局面 一統天下, 未有這麼快實現 我只是恐怕萬一我一旦去世之後 屬漢就會淪於他人之手 我是袁姬道長 我不怕洩漏一些袁姬給你聽 屬漢一定滅亡, 流池天下也會告一段落 那真的沒有改變的辦法 朱國良, 為甚麼你要改變天意呢 你要記住, 順天者昌, 亦天者亡 朱國良, 我當初跟你說過 叫你不要用霹靂火了 你現在燈鵝撲火, 預定你要受天獻 朱國良, 本來你有八十歲壽命 不過當年你逆天而行, 借取東風 朱國良, 後來你又使用霹靂火 這樣就讓你減獸十載了 現在你又以身犯險 朱國良, 我看你大閒之旗已到了 大夫, 怎麼樣 承上他五臟六虎驅裂, 恐怕已經若石無靈 朱國公子 朱國公子 小橋 朱國公子 我終於得到我認得的報應 你沒事的, 我約七星婆 我可以跟你續命 小橋, 上天要我死 就算是七星婆也保不住我的命 七星婆一定可以救你的命 朱國公子 魏將軍、朝將軍, 你們過來 我去世之後 我的位置就交給姜惟代理 你們要好好幫助他 少生, 姜惟他又何德何能擔此大任 我已經決定由姜惟代替 這是軍令 朱國公子 朱國公子果然是要練習七星鎮 我們萬萬不能讓他練習七星鎮 沒錯 七星鎮是以北斗七星之氣而重 每一盞燈是代表一顆星 只要其中一盞燈熄了我 那就可以把朱國娘置於死地 世縣 就先拿到七星鎮 先用一隻打工 兩次兩次 一切是二次 三次 十三次 十分二次 二次 你還要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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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鴿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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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立刻領命看情相報仇 追思迷, 誰施萬團 朝鴿公子 你無謂白費生計 司馬爾和魏賢 是上天安排你對付我的 朱鴿公子 小喬 師父 師父 姜偉回來了 不能夠保護師父你 實在罪該殺死 姜偉 師父 師父在臨終之前見到你一面 我已經很開心了 朝將軍 你...以後你要好好的幫我照顧著姜偉 我... 屬漢 他的命運就落在你兩個人的手上了 勝少爺, 你放心 我趙志龍一定會辜負你跟先帝所託的 小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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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你去一個地方 那裡 我們曾經很快樂地生活過 小喬 其實我真的不應該把我的忠膽 加在姜偉的身上 原基道長早就說過 屬漢的命運 始終都會滅亡 你這個人的性格 一直都是知其不可為而為 明知道屬漢會敗亡 難道你還希望姜偉能夠改變天意嗎 女兒, 有時候天意真的很可惡 天意早定屬國是會滅亡 那... 那為甚麼又要安排我 拋棄寧靜的生活 出山協助師兄弟 如果你不出山 我們就不會有機會再見面了 或者你們天意特地安排 所以你才出山 你說得對 你竟然我奔波奴奴也有價值 因為始終... 我都能夠跟你在一起 就快天黑了 我想今晚的星星 就會好像以往一日 特別多, 特別漂亮 我一輩子最喜歡的人 就是你 我...我最有興趣的就是觀星 今晚的星星 今晚你一定會在我身邊 但我仍未夠心滿意足 我要你今晚跟我一起觀星 不知道這樣是不是奢望呢 你一定可以看到今晚的星星 你一定會 你一定會 可以看到我 你會弄好嗎 我已經奢望 我已經去到幾天 說你放下 走到幾天 你會會坐呀 我心裡走過 我會坐呀 我會去居心 我會有時候 你會住 我會坐呀 我會說不議 我會太動了 無淚眼再望,淚已盛惑 從前歡欣相待 無言再次對照 心底溫結難逃 世事似黑暗 偏偏有你,偏偏有我 色紛飛,空膠兩身熱愛 千萬苦過,心愛過